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 今天来谈一谈超音波 电脑断层等等这些 都是医学界的一些科技专家 他们发明了之后来提供给医师做详细的检查 没有什么不得当 非常非常的好 也因为人接受了超音波而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可是我却发现一件事 中国人特别把这个超音波用在了孕妇的身上 我觉得那种不得当 他不是为了检查孩子的健康衣服 为了要检查提早知道是生男还是生女 我觉得这种观念真的好好地想想 是这么重要吗 真的这么重要吗 这近百年来我们改变观念 希望男女平等的时候 竟然还有人重视男生不重视女生 看了很难过 因为有的时候我去做检查检查肝脏的时候 看到那里像孕妇婆婆带着她去的 那种感觉不是为了孩子的健康 而是为了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 那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在没有出生 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已经被命定了 是好命或者是坏命 真的是这样吗 我觉得是我们心里的问题 超音波激起无罪 意识无罪 孕妇无罪 罪在我们自己的那些观念 那些错误的观念影响了我们 世世代代到今天虽然讲起来男女平等 实际上不够 在心里上好像还不够完全的平等 各位好好的想想看 从自己的心理改变 超音波就变成了很好的检查机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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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